拆開這幅表框好的對聯 上頭寫道 唯以議員治天下 其為天下奉議員 這是高雄永安天文公神明指示 要送給韓國瑜的對聯 從來沒有看過我們 翁亞公用他的權選 來勉勵政治官員 以前都是用天文公的名譽 來提字 這個是第一次 但巧的是這對聯 還曾經出現在清朝 雍正皇帝的養心殿裡 尤其這兩句意思 就是皇帝一個人 是來治理天下百姓 其實為了要天下百姓 來四奉皇帝一個人 體現雍正 情正 愛民的盛訓 但命令老師有別的看法 這個藝人的人 是一個和善的環境 一個和善的團體 所以這個人 不是單獨的是 指韓市長一個人 而是我們有一個 共同的信念 天下奉一人的這個部分 是以仁愛為出發點 所以是以愛的一個方式 來讓所有的經濟產業 更好 更旺盛 一樣是勉勵韓國瑜 有機會更上一層樓 但命令老師強調 團隊很重要 像是絕江商區 就要打造全新命令街 江伯樂昨天就有打電話來 還有包括星座大師 小夢老師 塔羅大師 然後包括像 目前在日本的保齡老師 他們會註點來高雄 那我們會跟他們切檔期 到今年9月底前 高雄觀光大使預約已滿 無論是影視 命理 還是學術界 眾多名人加持 韓市長聲勢持續看掌 是否如這幅對聯 唯有一人 致天下邁向總統之路呢 也不是 不可能 記者綜合報導